Hello 大家好 我是Lucy 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今天呢和大家分享一个我最近刚用到的护肤品牌 叫做Dr. Barbara Sturm Dr. Barbara Sturm呢其实是一个德国的医学美容专家 那之前有个很有名的人血面霜呢就是他发明的 人血面霜的原理呢其实就是提取你血液当中的蛋白质 还有生长因子注射到面霜里面 那其实这个面霜是非常私人定制的 然后就有非常多明星啊贵族就会找他去做这个面霜 那所以Dr. Barbara Sturm呢也因此变得非常的有名 之后呢他就出了一系列自己的护肤产品 那我呢是有买他的四款产品 那今天就和大家来分享一下这四款产品的使用心得 还有我觉得是否值得购买哪些产品好用哪些产品不好用 那第一个产品呢其实是他的这款 Dr. Barbara Sturm的Holuronic Serum Holuronic其实就是透明质栓 他成分好像才就是大概五六个 然后最主要的成分就是水还有透明质栓 然后他是主打就是一个高浓度的透明质栓和低分子量的透明质栓 双重保湿的作用 他的使用感受来说呢其实是做得非常好的 这一点也是就是价格比较高的这种护肤品的一个共同的优点 就是基本上价格比较高的护肤品或者是大牌品牌的护肤品呢 他一般来说使用感上都会做得非常非常的到位 那这一瓶300刀的透明质栓精华呢 使用感还是非常好的 那作用的话呢我觉得也没有到非常惊艳 那如果单从使用感上来说呢 他的使用感是会比The Ordinary好非常多的 基本上他的使用感受还有作用各方面都做得非常的到位 那唯一的缺点呢就是价格非常的高 因为300美金其他牌子的透明质栓的话 真的可以买很多很多很多品 那第二个产品呢就是这个叫做The Glow Drop 这个Glow Drop的护肤方法呢是作为护肤的最后一步 它其实有起到一个让你皮肤看起来比较有光泽比较细腻 那我觉得其实这个产品也是蛮鸡肋的 我买之前的一个心理的预想呢 其实是想要它有一个让我非常有光泽 然后不用去化妆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那其实这瓶精华除非你皮肤非常的好 没有瑕疵 然后你平时也不喜欢化妆的话呢 那可能它会在你的脸上有一点点的光泽感 那如果你皮肤就是有痘痘或者已经有瑕疵和毛孔的话 我觉得它真的比较鸡肋 没有特别大的作用 所以作为一个护肤品来说 它不能够晚上用 它只能最后一步用 而作为一个化妆品来说的话呢 功能性也不是非常的强 它的用法是你可以在护肤的最后一步来用 白天护肤的最后一步来用 防晒霜是我铁定的一定是护肤的最后一步 大家是不可能把它混在防晒霜里面用 因为这样子只会稀释我的防晒霜 这样的话那防晒能力就更弱了 所以这个Glow Drop我觉得是非常不推荐 那如果你现在有在观望这个产品的话呢 我就帮你拔一拔草 这个产品其实是挺没有效果的 但是我看到很多就是欧美明星 他们有在主打这个产品 那其实是因为这个Dr. Barbara Sturm呢 它在这个欧美界 明星界还是挺有名的 那接下来这个产品呢 是这个Dr. Barbara Sturm的Calming Serum 那这个Calming Serum呢 其实是我在它所有产品里面最喜欢的一个产品了 因为我觉得它的这个使用感受下来非常的好 首先呢就是Dr. Barbara Sturm这一系列产品 我用下来这四个产品的话呢 它的使用感上来说都没有话说 都非常的非常好 非常好吸收 那它这瓶Calming Serum也不例外 使用感受非常好吸收 就是这样子挤满满的一整管地在手心呢 也是会马上被皮肤吸进去 皮肤就感觉好像就是整个把它精华 整个吸进去非常的舒服 一般来说我用完A唇以后 接下来两三天皮肤都会比较偏干 然后偏敏感一点 这次呢我是在A唇之前 先用了这个Calming Serum 然后呢并且在第二天也持续再用这个Calming Serum呢 我就完全没有发现我脸有发干的这个情况 所以我觉得这款精华是真的挺有效的 它虽然是一个就是这种液体精华的质地 但是保湿能力非常够 会增强你的皮肤屏障 这样子呢你的皮肤就会比较不容易敏感发红发炎这样的情况 所以我觉得在平时的护肤步骤中我还是比较喜欢去使用这种Calming Serum 虽然我皮肤不是非常敏感 但是我因为我也会去用一些这种active ingredient 所以呢同时搭配这种Calming Serum我觉得效果是最好的 特别是你最近如果有日晒啊到时差或者就是气色不好 经常待在空调房间里面或者在城市里面有一些空气污染 皮肤状态不好的时候来用这个Calming Serum 整个效果会非常好皮肤状态会变得很好 那最后的产品呢就是它的这个Dr. Barbara Sturm的Face Cream 它其实是主打一个抗老面霜的 质地上来说呢它是非常非常的轻薄的 可是它虽然质地非常轻薄呢还是非常的滋润 味道上闻起来就是有一种那种奶香味还是挺好闻的 然后我有看他们所有的产品基本上都是不添加香料的 所以呢它这个味道应该是它里面这种植物提取物的一个成分的香味 所以我觉得还是比较好闻的 像前几天我刚用完那个A唇的时候皮肤就会比较敏感的时候呢 晚上我基本上就先洗完脸以后用一个这个Calming Serum 然后再搭配它的面霜这样子以后 这两罐呢保湿力度就非常非常的够了 它的主要功能呢是一个抗老面霜 那如果你的皮肤比较容易过敏啊 它也能够帮你抵抗就是外界对你皮肤的一些刺激 所以长期使用呢也是可以增强你皮肤屏障 然后让你皮肤不那么容易过敏这样的一个面霜 整体的使用感受下来还是挺不错的 滋润力度也非常的高 就是以它这个质地来说我以为本来会以为是那种比较轻薄的面霜 没想到它这个质地不但非常的好吸收也非常的滋润 所以这个面霜呢我也是挺推荐的 所以总体下来Dr. Barbara Stern的这四款产品 我自己使用下来最推荐的是这两个小样 第一个是它的这个Calming Serum 还有它的这个Face Cream 因为如果我现在在皮肤比较敏感的时候 我想要增强我皮肤屏障 让我皮肤整一个就是更加的健康的话呢 我觉得这两款产品是非常有帮助的 那这个透明支酸精华呢 我是觉得它使用感受还有效果方面都非常的好 但主要就是有个问题是300块钱的透明支酸 我还是觉得价格比较偏高了 所以我是不会去回购了 还有包括这个Glowjob呢也是不会回购 因为我觉得它这个产品应该是这四个产品里面 我觉得最激烈的一个产品 因为确实是对我来说没有什么作用 我觉得Dr. Barbara Sturm的产品呢 至少这四个产品我用下来以后 我觉得它的使用感受和质地都做得比较好 这也是所有就是大牌 甚至是价格比较高的护肤产品呢 基本上它们的使用感受吸收度都还是挺好的 那效果方面呢我觉得也是不错的 我比较推荐的是这个Calming Serum和Face Cream 那如果你有用过它们的产品 或者有什么推荐的话呢 也可以来给我互相种草 那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希望今天的视频对你有所帮助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